听到了吗 有男士在哪要你请客啊 快看看 想吃什么随便点 千万别帮他省着 师姐 想什么呢 不是说好 是我来请客的吗 今天 行了 等你领了工资 再单独请我 好吗 谢谢师姐 下次吧 谢谢 谢谢师哥 我去上个洗手间 师姐 你点吧 这个 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没 没有 你有没有觉得 觉得我有点面熟 没有 怎么 你觉得我面熟 其实 我的意思是说 或许我们在哪里见过 比方说在学校 也许我们见过呢 可能吧 有点 回来了 你们俩还没点菜呢 没呢 来了来了 我点 师姐 师姐 你怎么了 没事 要是因为实习的事情啊 你不用担心 回头我再帮你 阅一下人事课的同事 好了 我先去买单 我给你去 好 我先走 我去买单 了 实习的事情 我会继续帮你联系的 你放心 如果特别麻烦的话 师姐没有关系的 行了 不麻烦 师姐 拜拜 走了 拜拜 我说嘉诚 我是赤果果的嫉妒你 你说你到成建院没几年 分了这么大一豪宅 你还让不让我活了 你见过五十平的豪宅啊 这就是一单身公寓 我说五十平还不算豪宅啊 你看你这桌子 都比我那床大 你能不能不老刺激我这 没房 没车 没女朋友的 三无人缘啊 行了 你现在是创业初期 是最苦的时候 你啊 不是说 若为自由雇万事皆可抛吗 那说好听了叫自由 说不好听那叫自负盈亏 你不知道我为了这个自由 付出了多少啊 我现在的艰辛啊 你可是真的不知道 做点事比登天还难 说出来全都是眼泪 嘉诚啊 你看你现在 一到成建院 前途似锦 以后好了别忘了哥们啊 我没想这么多 我呀 就想好好做我的设计 剩下的 一概不关系 老公 别走 你干嘛呀 赖俏 吵死了 小男人想疯了吧 你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你说你是不是花吃饭了 梦到哪个男神了 不会是宋小金的男朋友吧 可他在未来 本来就是我老公啊 你不会是真的喜欢上 宋小金的男朋友了吧 你不会是宋小金的男朋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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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是宋小金的男朋友 他就不打赏了 她也就不会和她的男朋友